有人说,大隐隐于事,小隐隐于也。 还有人说,一滴水进入大海才不会干涸。 话很有道理,人是离不开群体的,不可能活成孤岛,并且人在群体里得到了大家的关照,生活就有热情。 乌合之众里说,个人进入群体之后便丧失自我意识,在集体意志的压迫下成为盲目、冲动、狂热、清新的乌合之众的一员。 显然,人要在群里,但是要保持理智,否则就会被周围的人同化。 人老了,保持积极向上很难,顺流而下却很容易。 因而,很容易陷入到乌合之众的局面。 底层群体习惯,正在悄然废掉一些老人,早知道早改正。 欢迎订阅一览国学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七精彩。 关于锻炼,老人盲目跳广长舞,打麻将,暴走等,害人害己。 我们有一种错觉,数量极是正义。 还有人认为,法不择重,只要是群体去做某件事,就没有关系,谁都无可奈何。 大街上,一大群大爷大妈在暴走,还有人在前面引导, 后面有人压阵,走在机动车道上,也有恃无恐,还能把行驶的车篮下来。 也有大爷大妈开启了爬行模式,一群人在爬行,如巨大的蜈蚣,从公园到人行道,随意穿插。 为了坚持住,很多老人喊着耗子,一二一,一二三,声音很大。 广场舞似乎无处不在,也有老人为了争夺位置和年轻人吵起来,老人之间也有冲突。 无曲的声音,大得离谱,让周围的邻居,烦不胜烦,尤其是家中有孩子要读书,听到窗外的杂音,难以安心。 麻将,多数小区都有,有的老人,一大早起来,就冲着麻将馆去,输赢都没有关系,关键是很热闹。 大家嘻嘻哈哈,一整天就过去了。 最难过的是,老人把麻将桌搬到自己的家里,也不顾中年人要上班,孩子要上学。 记住,别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别人的痛苦,社会的道义之上。 不良的锻炼习惯,破坏了自己的形象,更毁掉了整个老年人的形象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打骂,大也变成了贬义词。 有一段时间,雅安于林霸七名五旬大妈遇难的消息,被人们关注,大妈们不顾安全,跑到水中嬉闹,换着姿势拍照。 洪水来了,没有人注意,导致大妈被卷走。 人在群体里,一旦认同了群体的习惯,就是犯错了,也浑然不知。 如今,有不少退休的老人,有些老伴去世了,他们也特别想找一个懂自己的人, 两门搭伙过日子,一定要小心一点,千万不要在麻将市或者是屋场上去找。 在那边的人都是特别狡猾的,也是特别有心机的,弄得不好就会被人耍弄,吃亏上当,损失财物,羊肉没吃着,还惹一身骚。 锻炼身体,无可厚非,但是要回归理性,尊重自己的身体状况,吓折腾自己的身体,害人害己。 关于手机,老人整日看小视频,接纳垃圾信息。 为了让老年人也能体验到智能手机的便利,很多子女为父母购买了智能手机,帮父母安装了微信、淘宝、抖音等软件,并耐心普及智能手机使用方法。 身边很多老人也跟着时髦起来,玩微信,看新闻,刷抖音,玩得不亦乐乎。 然而,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,一些老年人正在被智能手机绑架,迷失在短视频里,引发低头足,不仅影响到自身的身体健康,由于缺乏判断能力。 相信所谓的养生铁,以及一些虚假宣传,也给家人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 它开阔了老人的视野,让老人与这个新时代联系更紧密,思想更与世俱进。 目前已有一大批老艺人、老教师、老医生、老厨师、老手工艺人等,成为抖音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的引发网红,继续为社会和自身创造价值。 同时也应注意到,不少老人会沉迷于刷短视频,或因缺乏辨别能力而成为互联网诈骗受害者或受谣言困扰,所以引导老人理性、科学、正确触网十分必要。 数据显示,中国50岁以上网民规模已超一亿,且人数增速高于全体网民,大量老年网民触网给骗子带来了可乘之机。 前不久,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60岁女粉丝称和演员靳东谈恋爱事件,反映出新型骗术正借着老人上网的东风将它们作为猎物。 老人之间还会互传谣言信息,有的说地球磁场辐射增强,要在几点几分关闭手机,有的说吃某某食物可以抵抗新冠病毒,令人哭笑不得。 有的老人经济状况较好,从而成为骗子利用社交软件、短视频平台进行欺诈的对象。 古人认为,读书有三个要素,眼道、口道、手道。 上学时,老师也说过,要全部离手,取不离口。 手里握着笔,认真读一读,眼睛看着书里的句子,寻找书本里的道理。 要不然,读书就没有什么成效。 很多老人却认为,读书是年轻人的事情,自己都退休了,也不要上班了,就免了吧。 出门在外,老人什么都不懂,和时代脱节了,就是两眼一抹黑,上医院挂号,脚费都不懂。 到了街头,搞不清东南西北,搭车都不知道买票,找不到站台,看不懂引路牌。 不爱学习的老人,多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,玩手机,消耗自己。 有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,老鼠也疯狂。 在老鼠的头上,安装一个电极,然后把老鼠放在笼子里。 老鼠在电流的作用下,感觉到很快乐,然后持续奔跑了12个小时,不吃不喝,电极被按动了7000次。 老鼠终于逼劫而死。 科学家发现,老鼠的行为是因为头脑被刺激,产生了多巴胺。 每天拿着手机,反反复复看小视频,被无聊的内容吸引,就类似于疯狂的老鼠。 其结局,想一想都令人惧怕。 当垃圾信息充满了头脑,人就会暴躁,对社会失去信心。 一群老人在聊手机里的垃圾内容,情绪就会高涨,各种错误的认同感就来了, 负能量悄然占据了生活的空间。 关于花钱,老人追捧低价销售,反而会造成浪费。 你是不是在网上买过很便宜的东西,但最后根本就会去用,不会去吃,为什么? 因为贪图便宜,因为自己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又便宜又好的东西。 现在我们的直播带货那么火,一场直播能销售几百万上千万,甚至顶级网红能带上一售额的货。 于是,全社会都挤入了直播带货的行业。 不管以前是做什么的,好像不做直播带货就没赶上风口。 现在互联网上各种低价销售的网站,直播平台都在抢网上最低价销售的流量,价格的确很低了。 但货真的好吗?你真的需要吗? 国家之前在提倡餐饮反浪费,我想我们过度消费,买了那么多不用不要的东西,是不是也要节制一下? 有很多人在网上买得很便宜的吃的,到货打开一尝就扔了。 在直播平台上买了鞋子质量太差,试了一下就扔在一边。 自己回想一下,发现自己买了太多太多这样不好不需要的东西。 如果省下来就能做很多事情,省下来的钱可以去旅游开拓眼界,去看看电影看看话剧演出,陶冶一下情操。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值得去做,这些都需要钱,你只要控制住自己网上贪图便宜的过度消费。 免费送东西的商人也有,不过那是放长线,钓大鱼。 家家户户都要过节俭的日子,这不奇怪,跟随一群老人去抢购便宜的东西就奇怪了。 聪明的人都按需购买货比三价,不仅仅是盯着价格。 比方说,家里已经有两个拖把了,就不要去买第三个拖把,不管拖把多便宜,连续几个月也用不着,拖把放久了会腐朽。 比方说,老人身体不够好,去排队领东西可能会摔倒,医药费都可以抵得上几百个东西了。 还比方说,太便宜的东西,质量太差,用一两回就报废了,你得继续去买,花第二次钱,还不如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,花钱多一点点,但是经久耐用。 贪便宜的习惯,正在掏空很多老人的钱包,一次花一点钱,一次次就花了大钱。 人如果自身缺乏活力,他必然会到别人身上去找,找来找去,就活成了别人。 第一级的快乐靠放纵,顶级的快乐靠自律。 读书很枯燥,但一页一页啃,才能内化为知识和智慧。 健身很痛苦,但汗一滴一滴流,才能塑造更强健的身体。 多巴胺只能带来片刻的欢愉,苦熬过后内非泰带来的快乐,才有持续一生的回甘。 奇葩说里,变手萧萧,有一句变词我特别喜欢。 往往最诱惑的选择,不是上帝给你的机会,而是恶魔给你的考题。 在向上攀圆的路上,我们会遇到无数这样的选择题。 勇敢还是稳定,舒适还是痛苦,安逸还是改变。 我只有一个建议,在人生的十字路口,永远选择困难模式。 因为好走的路,都是下坡路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见。